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 留意到網上有關特首選舉廣告 情況可能會觸犯選舉條例 賦予相關人士注意 又指如果有違規 會轉交執法機關跟進 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指出 符合選舉要求非常重要 提名期未開始 特首參選人已四出拉票 社交網站上已很熱鬧 我們在Facebook 用四位主要特首參選人的名字 做關鍵自搜尋 結果除了參選人的官方專頁之外 還找到很多其他跟參選人有關的專頁 這個叫V撐林鄭的專頁 在林鄭月娥正式宣布參選後出現 用了她的頭像 又說她是香港目前最需要的特首 出了超過140個關於她的帖文 我們更加發現 他們多次向Facebook落收費廣告來加強推廣 另一個支持林鄭月娥的專頁 都有落廣告的情況 前廉署總調查主任查石我說 這些情況可能已經觸犯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 Facebook賣廣告一定很清楚 因為你這個肯定是選舉開支 你去幫我花了幾千萬 明顯是我有優勢 但沒事不是這樣的 所以有個法例是 你沒有得到授權的話 你去花了些錢你就犯法了 我們甚至沒有問過 V撐林鄭除了賣廣告 還製作多條短片 我喜歡林鄭 我看應該是挺專業的 應該花了錢去做的 本來收500元一個小時 這個都是一個競選經費 因為原初她是要給你錢的 林鄭月娥競選辦公室回應說 V撐林鄭與他們無關 相關情況已經向Facebook反映 有一個網站去諷刺某個候選人 現在有夾月丙丁 你說月丙丁加上去諷刺夾 她的開支就要由月丙丁分貪 這樣也不合邏輯 選舉事務處表示 任何人未獲候選人授權 而在選舉有關的情況之下 招致選舉開支 即使只是在宣佈參選階段 都是犯法 最高罰款20萬和入獄3年 香港多位特首參選人都就選舉發言 由許銘俊、楊安琦報導 林鄭月娥說官方Facebook專頁 準備得七七八八 很快會開到 但還未開到 已經有人開了個專頁撐她 她說競選辦同時跟進 這次競選的工程 符合香港選舉的法例 我非常重視 所以所有問題都有一支法律團隊 也有一些以前自己做的選舉 有實踐經驗的朋友在幫我忙 另一位特首參選人 做過選管會主席的胡國興說 參選人自己要留意 有沒有支持者未獲授權 用了選舉開支 提醒他們不要這樣做 她說現在評估不到事件 對她的選情有沒有影響 她花了幾千元可能不大影響 如果她花了幾萬元 花了幾十萬元 就很肯定會有影響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譚志源出席活動的時候 就說任何人為了蓄勢 或者阻礙某個候選人當選 而在網上發布信息 都已經可以視為選舉廣告 至於有參選人在網上發起眾籌 她說負責選舉的同事 每天都有向她匯報各式各樣的情況 暫時看不到眾籌方面 有事需要跟進會繼續密切留意 林鄭月娥說想聽多些意見 才寫具體政綱 會盡量在提名期開始之前公布 又說希望參選人有機會就政策理性辯論 任何選舉都無可避免會產生一些民粹的主意 就是我答應你 答應你拿你的票 得到市民的廣泛的支持 我真的不想看到這場選舉 總之是答應你 你又答應你 我也答應你 你昨天答應我這件事 我今天答應你這件事 她再次提到跟公務員的關係 說跟她共事可能會有壓力和不舒服 但是自己目標清晰 同事工作的時候會志氣公昂 有人是會為他們擋箭的 如果有些事引來批評 仍然他們一定是非常投入 所以跟一個上司是很想工作 或許她的工作滿足感是高的 好過是一個大家都不做事 日子可能好一些 下班的時間可能早一些 但是作為一個公布 那份工作滿足感就會很低 她在節目中多次提到 自己對經濟範疇有一定經驗 包括做過87年的股災檢討 但就承認有兩個項目自己沒有做過 教育是屬於其中一個我沒有包袱 另一個我沒有包袱 我不會常說 就是我沒有做過稅務 稅制的事我沒有做過 所以我跟商界說 你們多年來希望政府在稅制做一些優化 減輕中小企的稅務負擔 或者如果要促進香港的科研 在稅務做一些額外的寬減 因為我沒有包袱 所以我可以和大家很開放地來談 就著教育範疇 她下則就和教協26個選委會面 談了兩個小時 還未交代到教育政綱 和對TSA或者BCA的立場 只是說不會延續現屆政府的教育政策 胡國興跟新競選政綱 身家的其中一項 是建議就基本法第22條立法 第22條列明 中央政府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 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胡國興說是要保障良制 他早上由公民黨區議員陪同 去到大角咀 他說公民黨陪他下區 沒有特別意義 也不代表公民黨會提名他 對於民主派有意提名他 或者曾俊華 他說會盡量爭取支持 另一個參選人葉劉淑儀 就獲腰去馬場看鄉義焗杯 被問到林鄭月娥的造勢大會 會否影響他爭取提名的信心 他沒有直接回應 至於曾俊華就沒有公開活動 競選辦說星期一早上會在網上發表政綱 下午曾俊華會開記者會回應提問 香港美食車先導計劃在上星期五開始營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 被問到食物售價是否偏貴 他就指出美食車頭兩天營運反應都不錯 相信出現人龍是適合價錢的肯定 由陳凱文報道 蘇錦良又提到年三十至年初六 整體訪港旅客增加5.1% 而內地旅客升幅達6.6% 與去年同期下跌12.1%的情況有很大對比 政府會與業界繼續推動本港旅遊業 例如增加城市和推廣文化旅遊 吸引更多旅客 特別是掛野旅客來港 香港佐敦道在星期日晚懷疑有私家車 撞毀一個消防龍頭噴出水柱 被撞的消防龍頭噴出3米高水柱 行人路和佐敦道東行路面有積水 附近一個報紙檔受到波及 錢濕檔入面的貨品 當主估計損失大約是萬多元 事發在晚上8點多 警方指一輛私家車沿著佐敦道行駛 駛到白家市郊界時撞到一個消防龍頭 私家車事後不顧而去 事件中無人受傷 香港一名資深女演員在電影中飾演過 不少欺負他人角色的魯芬 今天因為肺部衰竭離世 中年63歲 香港傳媒報道 魯芬家人發表聲明 證實了魯芬的死訊 指他因皮肌炎導致肺部衰竭 在凌晨時份在家人朋友的陪同之下安祥離世 中年63歲 魯芬參與過的電影包括女子監獄 整股專家和九品芝麻官等 夏天氣 環區今晚有雨明天都會下雨 今晚最低氣溫是54度 而明天最高氣溫將會回升至58度 稍後為大家報道 中國節該間竹肉店 在星期日下午起火 最少18人死亡 2人受傷